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 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荤芽 你好 我是于秋雨 欢迎收听秋雨书院必修课程 大家好 我是于秋雨 我们继续讲课 我上次宣布我们的课程已经要进入佛教了 这是一座大山 一个非常难攀登的一个学术的高峰 但是我们必须要进入 不进入的话 就对不起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的大标题了 由于佛教的研究 非常的精深 内容也非常的多 我现在采用的是用现代科学思维 用国际哲学观念来讲述 可能在佛教研究里边比较的少 因为我注意到了 很多佛教研究者都用佛教翻译本里边的 一些惯用的词语在讲 但对这个词语背后的 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意思 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代的观念来讲 这一点对年轻人非常重要 年轻人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大家非常流行一种由日本所发明的叫做佛系思维 佛系思维我听了以后知道他们大概的意义以后觉得有点好笑 这里边不是完全错 有一些现象 无可无不可的现象 有的佛教徒是有这种现象 但是佛系思维显而易见 把整个佛教的学理 做了更多消极化的论述 一个没有太多的固守 没有太多的理念 没有太多坚持的那一种思维 叫做佛系思维 这里边确实有的佛系思维是反对制造 反对固守 反对坚持 但是他有积极的一面 我想我们年轻人应该知道 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 他就是一个佛教徒 他最大的影响就从佛教思维里边来的 如果光是按照你们的佛系思维来的话 他能够成为苹果的创始人吗 不可能 他应该有好多积极的思维 所以我想给我们年轻人 用现代科学思维和现代的国际理念 来讲说佛教 成为一个非常婆切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年轻人 我们中国向佛 进佛的人 去烧香 拜佛的人非常非常多 但是能够真正了解佛教的根本含义的人 却比较少 在这问题上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课程要完成 是整个中国文化研究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我的课程是这样的 我们在直接的讲佛教的它的核心内容之前 我先要需要讲一讲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只有说明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之后 我们才能说 他到底什么样的思维 把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几乎是占领了 而且成了我们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的宗教思维 为什么会这样 这问题我们从文化学的意义上 首先需要讲一讲 我们首先面对这么一个大问题 一种宗教思维 一种哲学理念 如果像一个文化浓度很贫乏的地方传播 这应该比较容易 大家理解吧 就像化学里边一样 浓度高的 像浓度低的地方来渗透的话 那是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就显得非常怪异了 因为在佛教传入之前 中国的文化思维不仅已经非常非常的完整 而且是超浓度的完整 那么佛教呢 它纯粹是一个越外思维 是我们中华文化领域之外的思维 它产生在印度 而印度和中华文化的腹地 又搁着一个世界上最高的山脉 就在自然环境当中 它很难完成自然交流 那么更重要的还不完全是自然环境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从姚舜到秦翰 从周易到朱姿百家 几乎把任何一个角落 能够想得到的精神空间 都已经严严实实的填满了 而且填得那么精致 那么堂皇 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学者 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 就足以耗尽终身 而且一代一代都在钻研 可以钻研 一千年两千年 直到今天 我们还会觉得 中国的传统文化深不可测 面对这样 超浓度的文化大国 一种纯粹陌生的 异国文化 居然能够浩荡的进入 并且快速的普及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说不可思议 带着它变成了事实 这里边一定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原因 它本来是不可能传进来的 不可能有它插足的余地的时候 它不仅插足了 而且广泛普及 那一定有文化原因 我一直认为 你专门研究 佛教怎么传入的历史过程 这个难度还不太大 难度大的是 它为什么能传入 这是一个文化哲学的课题 这我们一定要 很好地来询问一下 因为它敲动了 中华文化的生成结构 当一种越外文化 敲动了中华文化的生成结构的时候 实际上它也敲动了世界文化的生成结构 因为我们的古文化本来就没几个 大文化又没几个 古文化又是大文化 能够被敲动的话 那敲动的就是个世界结构了 那我先需要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佛教传进来的过程 传进来的时间 应该是在西汉末到东汉初 那个时间 有几个时间段落 有不同的说法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对这问题我想我们不要说的太早了 我看到历来有一些佛教学者 出于对佛教的感情 出于一种想当然的思维 把传络的时间不断地往前推 那是缺少一句的 那是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 好多人的设想 比如有的著作认为 在尧顺的时代佛教已经传落了 这就脑袖话了 因为这比佛教在印度诞生的时间 还早了一千多年 这却乱了 列子说周末王的时候 已经在崇拜佛教了 还说孔子把佛教当作大圣 这都无法成立 因为直到周末王去世之后 三百多年以后 斯卡摩尼才出世 至于孔子拜佛 那是毫无证据 也有人说 张千出世西域已经驱回了佛经 而且说了很明白 是什么时候返回的驱回了佛经 这个又搞错了 因为你到底说的是哪个张千 我们所知道的张千 肯定没有取回佛经 是不是有个同名同姓的人 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司马迁那么认真的写到了 张千出世的事情 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出于一种宗教感情 出于对历史的常识的无知 就把这个事情拼命的拿到前面去 这是不对的 比来比去 现在大家都觉得 范逸在后汉书里边 记载的事情比较可靠 这个记载是这样的 据世界的传闻 憨明帝 梦见一个头顶有光明的高大的经人 就问群臣 这怎么回事 我做梦梦到了这么一个人 那有大臣就告诉他 这应该是西方的佛 汉明帝他在位的时间 在公元58年到公元75年 到底是哪一天 我们就不太清楚 但是他既然问了群臣 臣子当中已经有人回答 这是西方的佛 可见佛教的传落的时间 应该比那一天 汉明帝问大家的那一天 还要早一点 接下来的时间就更重要了 汉明帝在公元64年 派了12个人到西越去求佛法 三年以后 他们和两位印度圣人 一起回到了洛阳 还用白马驮回了经书和佛像 于是 一经就慢慢的开始了 就翻译经典就慢慢的开始了 并且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的佛教寺院 欧阳现在还能看到叫白马驶 因为有白马驮回了经典 我曾经给白马驶写过中华手册这么几个字了 就第一个庙了 这个在我看起来是时间上是比较可靠 好 我们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